怕鬼吗 哎 你干啥呢你在凶宅试睡员 一晚两千 那些发生过超自然现象的房子 不是不好卖吗 这儿去试睡 看看到底有没有阿飘 我算拍的视频已经发过去了 一会两千都到账了 别说什么阿飘不阿飘的了 连这蚊子都没飘 一点也不吓人 有兴趣吗 喂 啊 看不清楚 要用红外线设备 我没有啊 多少钱 一万 好我给你转过去 喂孩子孩子 不能转不能转 你还交过其他钱没 交了呀定金 姐 两晚半就回来了 之前让你交定金 现在又说买设备又得一万呢 你想想 哦 那要睡七晚半才能回来 哎呀 这指不定后边还有啥坑呢 这都透露傻孩子 你再好好想想 喂 我不干了 你把钱退我 喂 他给我挂了 睡觉就能赚钱 这种鬼话你也信啊 天上不会掉馅儿比 做人呢 还是要脚踏实地 那定金怎么办 报警啊 哎呀 哎呀 要干啥 刀不行 这磨 老板 我替你磨两把刀 换碗面行吧 看我都要喝了一天了 也没什么声音 哎 哎 这咋不行呢 行大爷你就磨那一把就行了啊 小面来了 大爷您慢点吃啊 谢谢哎 我磨了一辈子的刀 也不会作别 老伴走了 我也不容易 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 我每天走街窜向 就是让找个人聊聊天 真能手艺 也快用不上了 在这 来 你们试试看看怎么着 大爷 如果想找个人聊天啊 直接来我们摊上 哎 摩 见 嘴 墙 才到 美女 你这面 要吃剩一口 能不能留给我吃啊 我一天都没吃饭了 哎我请你吧 老板二两小面 哎不卖了 那来碗汤圆哎好没了 没事没事 又吃你这碗就行了 那怎么行啊 这路上不是他们一家做生意的 大不了啊 我去别家给他买就行了 你拿啥买 用手机啊用手机到 我手机呢 哎 你你很久 哎我手机呢 我手机呢 没事没事 吃你这碗就行了 那怎么行啊 又不是这一家做生意的 大不了啊 我去别家给你买 不好意思老板我贵你了 你也真是的 怎么连我都瞒着呀 哈哈哈 这样 才能够人家追过 你会打草金蛇 孙子兵法毒多了吧你 从这风的翅膀去飞翔 妈我想吃碗面 想吃多了不消化 那就吃碗汤圆吧 你刚补过牙你忘了 医生说了暂时不能吃甜食 这都几点了你看看 锻炼时间到了 走走走走 陪你回去锻炼 老板 二男小妹加煎蛋 再两碗汤圆啊 这我这这能吃吗 哎妹子您慢点别呛的啊 不行 孩子要放学了不能让他看见啊 我问你们说 我跟我儿子吧都是吃货 但是他实在太胖了 还偏偏爱吃甜的 你说我要吃这块东西让他看见 他又不能吃 他心里不得劲 健康啊 哎那妹子咋的 哎那妹子咋的 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哎那妹子啊 你这嘴上怎么受伤 我不是啊 哈哈 不怕你笑话 我是一个全职妈妈 也想打开打开自己 这不就都换季了吗 要给孩子买新鞋 要给老婆买新衣服 就自己给自己取便买了 途上才发现不适合自己 想擦又没擦干净 让你误会了 哎呀 当妈的都这样 宁愿委屈自己啊 也不愿委屈孩子 你老公呢 他该打把手 他忙着工作 忙着挣钱 这再忙也不能把照顾孩子这事 全推给妻子 老婆 来大把手 哎呦店饭锅能有多成啊大把手 我就知道你肯定喜欢 这么贵的东西 习惯 你忙里忙外操作你的家 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好儿子 自己舍不得都花一分钱 我知道你暧昧 以后想买什么美妆就像德物 鉴别正稳先发货 价格也是贵 别再亏待自己 我还以为他在家里受委屈了呢 原来老婆的付出老公都看在眼里的 还有那么浪漫的方式表达 媳妇 天后给你们 叠饭锅 哈哈哈 小面来了 谁家的熟 不知道啊 你还有完没完 有有大哥 叔叔你也有超能力吗 大哥对不起啊 来急太小了不懂事 叔叔我马上快要超能力了 等会妈妈带我去地头 小宝 化疗归掉头 他爸就做些骗子了 小头发掉光了 就会有超能力 这孩子这么勇敢 肯定会好起来的是吧 哎哎 咱俩有超能力的事情 小能力了 我俩给你们说 来莫莫 也被暴雨灵过 你拧开出花 就让 这三天 肯定是出什么事了 看样子挺严重啊 有时候男人崩溃 就是在一瞬间 老板儿了 王子 哎呀对 哎呀 最近摊上人少 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啊 媳妇 这天啊 马上都转暖了 街上的人只会越来越多 这声音啊 肯定会好起来的 不是贪位的事 前两天 妈打电话让咱回去 是不是她那出啥事呢 妈想咱们来呗 老板 这周末咱们回去看看她 也不是家里的事 她到底是咋了这是 哎呦 哎呦哎呦咋了 没没没事不疼不疼 烫了一下 阿峰 有啥事你得跟我说你知道吗 真没啥事 哎你还硬撑 这妈 这谁拍的呀 大板把你水 啊哎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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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辣子见眼睛里了啊 不然呢 我以出啥事了一个人都在那哭 哎呀哈哈哎呀 我要真有啥事我能跟你讲啊 你以后你啥事了 也不能不认单 我们的爱 没有了年轻时的环境 的夜 剩下的 却是能致影于一切的温暖 的依靠 遴影于一切 我以後 还有 海 感谢观看